古代的一些习俗有好的有坏的,好的被人们传下来情有可原,可是在民国时期也留下了一些坏的习俗,比如男人可以娶很多媳妇,在民国时期思想还没有那么解放,一些老百姓的思想还是处在封建时期,但是一些权力比较大的,人或者知识阶层眼界都比较开阔, 所以思想还是相对解放的,但是像袁世凯这种有身,分有地位的人会接受西方的一些思想,但是他在娶妻这一方面还是比较封建的,因为他一共娶了九个妾,袁静雪天生比较调皮,所以有一次他把十笔磨成了粉末,并且撒在了老师每天都会经过的路上,让老师摔了一跤, 情况挺严重的,腰都快断了,当他知道了这件事,便和袁世凯打小报告,还告诉袁世凯要好好的惩罚一下他,袁世凯知道后,只是装装样子,把他叫到了书房,训斥了他几句,补一态并没有善罢甘休,而是找了一个机会, 把小姑娘带到了柴房,然后重重的打了他一通,袁世凯知道之后摔碎了好几个杯子,而且训斥五一态,警告他说,你下次再敢这样打他,我就这样打你,可以看出袁世凯也是很生气了,对他的女儿也是十分喜爱的,自从那之后五一态便不敢作威作福了,消停了很多。 请不吝点赞